聖靈降臨後第九主日 本主日的足聞祈禱 向我們同心祈禱 求主上師年民 結證和保護主的教會 教會若是沒有主的福佑 就不得平安 求福求主用主的良善 私恩保佑和治理主的全教會 亦都是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聖子和聖父聖靈 一同永生一同掌权 唯一的上帝永無窮盡 阿们 今日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 就是分享天良 今日讲到的经文 在《万泰福音》第十四章十三到二十一節 我将经文读给大家听 福音说 耶稣听见了就上船 从那里独自退到旷野里去 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从他 耶稣出现 耶稣出来见有很多人就连吻他们 治好他们的病 天将晚的时候 门道尽前来说 这时野地 这时野地 时候已经过了 叫众人散开 他们好往村子里去买自己 吃的 耶稣说 不用他们去 你们给他们吃吧 本土说 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 两条鱼 耶稣说 那该来给我 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 就拿着五个饼 两条鱼 望着天 祝福 抹开饼 帝给门徒 门徒又帝给众人 他们都吃 并且吃饱了 把圣下的灵碎收拾起来 装满了十二个男子 吃的人 除了妇女孩子 若有五千 分享天良 我记得我在台湾圣公会 台北圣浴汉座堂 读书和侍奉的时候 在圣坛的后面 十字架下边 有五饼二鱼的图像 意思就是鼓励信徒 去分享天良 我又记得很久之前 在香港圣公会东九龙区 五十年前 在祝元黄大仙的圣十架堂 旁边就有一间梵堂 那里是一个巴士站 是一个巴士服务的人 多数是司机 售票员 进入饭堂之后 我就看到一幅很大的长画 画上面就写了一个金句 金句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人的肉身不能够没有食物 但人生存在世上 不是单靠食物 耶稣对撒旦 和对所有的人说 我们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是什么意思呢 很简单 意思就是生命的良 要靠神给我们的生命的良 神创造天地万物给人享用 但是神要求人去看守 去修理 照顾这个地方 但是很可惜 结果始早没有遵守 后代也都没有遵守 所以这个地球 越来越故障 Gold Green就是绿化大自然 绿化的概念 是要我们维持大自然的生态 才能够救地球 才能够有丰盛的生产 所以我们要减少污染 控制排毒和使用化学品 要多种树木 保护树林和海洋生态 不要乱扔垃圾 要注重环保清洁 不要浪费食物 喝水 能源 资源等等 今天福音书让我们再思想一下 五饼以如的神迹 其中耶稣在当中分饼的时候 他讲过这句说话 耶稣拿到饼 祝福 抹开饼 递给门徒 这个说话在我们每主日的圣餐里面的时候 时时听见耶稣所讲的一句说话 所以今天我和大家简单的来分享天良 冲击之粮在哪里有呢 现在世界是非常缺乏粮食的国家 大概有五十多个国家 都是处于缺粮的情况 美国食物很多 但是在疫情爆发的时候 每个人都是抢粮食 抢到两三天就没了 都有限制 香港所有的粮食是靠外泥的 储粮只可以维持三四个月 中国粮食问题更大 李克强总理曾经讲过 13多亿 差不多14亿的人口 谁能够去担当这个责任 即是唯有靠大家的智慧 努力和上天的赐福 祈求天父祝福中国 没有天灾 没有人祸和战争 突然饿死的人 真是会很多 冲击之粮在哪里 唯有世人 唯有互利互胃就有粮食 互相斗争就会缺乏粮食 这个就是现代世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的所作 使徒要承担给这些人的食物 当门徒请耶稣吩咐人 离开去找食物的时候 但是耶稣却将这个责任 是交给这些使徒要去负担 耶稣说 你们吸贪门吃 这句话就影响到教会 从初期开始到现在 都承担了这个分享粮食的使命 在香港圣工会就有同善会 现在的食物粮仓 或者是食物银行 就是这样的意思 当门徒知道他们没有办法 可以给五千人吃饱的时候 他们只能够告诉耶稣听 他们只有五饼 我们要记住 当我们有缺乏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告诉耶稣听 我们有些什么 然后耶稣就会保足我们的需要 耶稣叫他们将五饼二鱼 拿过来给他 他使五千人吃饱 还剩下了十二个腊子 这个神迹洗门图学习到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信靠神会得到食物 第二就是学习去分享资源 就正如这个少年人献上五饼二鱼一样 我们要记住 主是封盛有余的主 我们的主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 他说有就有 所以我们一定要听上帝的话 去实行他的教训 这样每日之良 和天良就一无所缺 让我们齐心努力的 去实行高军 这个绿化地球的行动 不要浪费资源 去分享 去关心人的需要 这样天良 就可以大家一同在这儿分享 阿们 是的 看到这里